现在中文版了是吧 从主界面开始进 现在变成菜单移动和编辑 菜单对应的就是这三个键 这三个对应的就是三个键 这个移动是没什么用的 按了移动进来以后就是这个坐标系 然后高速低速中速 高速的话高速也行 但是这个键的话 只是用来去检测这个设备移动的 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 然后菜单就这个键 菜单可以打开以后才能拍个特讯 然后是新建文件是吧 对 新建文件 它这里有打开文件 打开以后这里面存了很多文件 然后新建文件 然后编辑文件 印存文件 有这些 等一下再一个讲 然后先编成就新建文件 对 然后编辑的话进来就是看这个 看里面的轨迹的 这个编辑进来看里面轨迹的 菜单 新建文件 新建文件 选择 选择 然后是否复位 是 它就先复位 然后你输入文件名 文件名可以是数字123 可以是数字123 你可以紧号键改变这个小写ABC 紧号键改变是吧 对 紧号键改变 大小写ABC和数字123 但是这个没有中文的 当然你客户也不需要中文的 对 是吧 搞个A A1 只有ABC三个字母 没有啊 不是小写 小写英文跟大写英文 就这个样子的 就这个意思 字母这里都有 保存 保存 保存的话 这文件名就有了 保存 保存完以后就出来 这空白文档 空白文档 对 这个空白文档 好 现在就开始开始找点 找点位 那我们就假如这几个点了 是吧 先找这两个点 找到四个点 这两个点加这两个点 是吧 然后单点 按1单点 1单点 然后就过来 单点以后这里有高速 隔得远的时候用高速嘛 是吧 你看 隔得远的时候用高速 然后隔得稍微近一点了 就用中速 然后对点 对 然后靠近以后就用低速 哦 这我眼睛对了 现在有点对 早点嘛 是吧 这个贴到这个板没事吗 要贴到板 这个就是要贴到上去 不贴到板怎么把汗放上去 但是你已经完全贴到了呀 要贴到板 不贴到板 它没 它传达不了热量 OK OK 嗯 好 贴到板了 然后确定嘛 这个点找好了 按确定 确定 对 你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 要在这个焊盘的 焊盘的边上啊 但是不能顶到这个针角 不能顶到针角 靠近针角 大概有个 1毫米这样的 1毫米 对 应该不到1毫米 应该这样说 最大可能1毫米 然后确定 确定一个点 这是一个点 然后再单点 单点找下一个点 找下一个点 找好了 确定 找点 反正这样 它高度是怎么玩的 高度是怎么设计的 高度等一下再说 然后第三个单点 第三个单点 然后我们找这边 找这边吧 找个不规则 不规则的位置 找一个长角 找这个点 第三个点 确定 反正你就是按单点去找点 按单点出现坐标系 然后找点就行了 第四个点 第四个点 然后确定 这四个点就找好了 早点就这样找 按单点 然后就去找点 按单点去找点就行了 找完了 返回保存 返回 返回会自动保存的 返回这里下载 下载完成就保存了 然后找完点以后 这里面会有参数要编辑 你看对应的参数编辑 参数编辑 它每个点都可以编不同的参数 如果你要同时一起编的话 就把它所有的参数变成一样的话 F3 F3全选 F3 F3全选 对 这里F3 F3全选 全选它就选上了 是吧 选上以后 在这里变成批量编辑了 批量编辑就可以 全变成一样的参数了 再按一下F4 它就不会全选状态了 好 参数编辑进去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要编成 你看 它可以分三段出息 一段出息 二段出息 三段出息 三段出息 分三段 但正常我们一般设两段就可以了 第一段 第二段 三段不需要设 这个是十分的数字是要出的时间吗 对 然后一个个讲 送锡的话这个单位是毫米 就是那个送的锡的长度 后面对应的是时间 时间的话就是送完锡以后 它会有一段时间去给它加热 这个是给的时间 它对应的每一段后面都有对应的延时 好 这个进枪高度 进枪高度 这个有时候要有时候不要 进枪高度等一下我们再讲 上台高度 上台高度就是点完一个点抬起来的高度 就是它这个点完这个点 它要抬起来跳过障碍物 如果你中间有一些圆弃键的话 它要抬起来跳过去 这个是上台高度 对 这个要根据你板面的上面的最高的圆锡键来定的 好 这个速度 速度的话是等于就叫滚轮滚的速度 这个进析的速度 对 这个进析的速度 这是进析速度 这个调100就太快了 一般调个二 二三十就够了 二十就够了 好 保存 统一调的话F3全选 F3全选 新量编辑 然后在这里面去设置 然后预热出息 二栏出息 然后在这里面去调 二栏出息 二栏 0.5 三栏出去调到零 我们现在只设了两段 设两段 这参数就这样设置 你再设置两段就可以了 一段 二段 一段比二段多一点 当然这个松息的长度 是根据你这个吸点大小来设置的 如果觉得少了就加一点 多了就减一点 还有时间 时间这个一般设个 一秒钟左右就够了 不要设太多 时间 这个预热时间 这个影响效率的 预热时间 对 然后这个进向高度我们讲一下 如果说是你设置一个 你设置零的话 它这个下去 就下去焊的时候 会直接下去焊 它就不会说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3毫米 保存 设置个3毫米 进向高度设置3毫米 进向高度我们设置个3毫米 是吧 然后返回 当然进向高度对应的 这里还有一个东西 焊接工艺 在菜单 第九个选项 这里有个焊接工艺 第五个焊接工艺 这里面 这里面有个青角 焊接青角 这里有个改成零度 都改成零度的话 确定 看一下 开始了 对 运行一下 看一下 我们如果不送锡的话 把这里关掉就可以了 可以运行了 你看它有一个往下 就三端 对你看一个动作 你看往下走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 没有那种感觉 如果我们把这个 进向高度改为零的话 进向高度改成零 对 进向高度改为零了 插电吧 你看它就没有了 没有那个动作了 那个摆动了 它就没那个动作了 你看 那个动作有什么用的 那个动作 我们可以四个角度 它可以这样斜着进枪 是不是就是会 按照这个东西 如果它物料是斜着的 就可以这样 对对对对 它可以做斜着进枪 可以一样 对可以斜着进枪 哦这样的 但是这个角度在这里面设置的 这个选项这个菜单 选项 碳节供应在这里面设置的 如果这里设30度 是吧 确定 好设30度 看一下 我把那个进行高度改成零了 好把那个那个加工的度数改成零 30度是吧 进行高度 进行高度 这里要对应的有个高度 是个三毫米 然后它又斜着过去 你看 斜着过来 是吧 这就是进行高度的作用 你看插电有可能会用的到 到时候 嗯 但是你要看角度 往这边是30度 然后往这边的话可能就不是30度 是180度 然后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是进行高度 然后没什么了 主要就是编辑参数啊 主要就是编辑参数 早点 早晚点编辑参数就可以了 那后面的直线圆弧 然后 这个用不到 用不到是吧 对只有单点 只有单点直线也没有 没有 没有直线 直线实际上是脱汗 脱汗的话 别走别点吗 对对对对 像你们 像你们那些产品应该是用不到脱汗的 那给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吗 可以演示一下脱汗啊 脱汗可以脱汗吗 脱汗可以脱汗 脱汗它要针对不同的烙眼头 你要换烙眼头 哦 那圆弧呢 圆弧呢 圆弧没用 只有它只有直线和那个 其他都是没用的 只有单点和直线 因为它设计了这个 好 然后看一下直线啊 直线的话 我们看一下 二直线 选二直线 嗯 紧急着那个走 这个实际上是脱汗 教你一下 怎么样玩脱汗 脱汗的话你这个高度啊 高度要不能贴住了 脱汗不能跟单点汗一样 不能切路板 脱汗不能切路板 要从这开始 然后起点嘛 是吧 这是起点 起点 对 确定起点 然后往这边走 走到结尾这里 好 终点 终点 确定 起点 终点 确定了啊 然后进入参入编辑里面 把这个 拖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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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汗速度就是它走的 过程中一个速度啊 嗯 这个速度 改成个 8吧 改成个8 好 好 然后这个出席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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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托汉就这样 参数就这样设置完 然后我们抬去 这是前面的单点 单点点完了 这就托汉 那问一下这个里面 有没有存在阵列的功能 就比如说这个板块是这样子的 对阵列 你讲一下阵列 然后这个托汉 我们就讲完了 就先伸掉了 伸掉单点 我们现在不是 这个是一二三四 十六块 对 那假如我要把全部一起调 一起复制出来 阵列 F4多选 或者是F3全选 F4多选 F4按了以后 这里变绿了 我现在选 四个都选上 这四个假如是这个产品上面的 一块产品上面的所有点 可能它不止四个点 或者五个点六个点 是吧 对 我们就以四个点 来做这个代表 是吧 F4它这个选上以后 就代表它这个整体的 操作 操作 电操作 我知道 操作 然后阵列复制 第二个阵列复制 选择阵列复制 它会先移到第一个点那里 都是以第一个点为标准 基准 对 你不管哪一个产品 都是以它第一个点为基准 这个横向1234嘛 是吧 速向1234 嗯 速向速度4 然后这个 这个当然你可以输它的间距 你如果知道间距的话 可以输间距 对 如果不知道间距 光标跳在这里以后 移到岸面去 按移动 对 按移动 这个一定要记住 光标跳在这以后 按移动 移动 对 按移动 好 移动以后 先走 X方向 是移动到X方的最后一个点 最后一个产品的第一个点 准确的是 应该这样说 最后一个单元的第一个点 对 最后单元的第一个点 好 找好这个点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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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好这个点 确定 确定一次 然后它现在让你找这个B点 这个相当于是A点 这里不是有吗 A点 然后我们现在找这边的B点 找对应这个产品的B点 也是按移动 对 所以往这边走 好 好 找这个点 找好了 按确定 按确定就生成了 全部就生成了 确定 确定就成功了 所有的都出来了 反回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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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一块板的所有点就出来了 好 然后就可以跑一下 看一下 好像是 跑的时候是直接应用吗 比如说你有多个程序的时候 怎么样呢 然后就可以跑一下 然后就可以跑一下 可以有 直接应用啊 你如果有多个程序 你可以在里面去打开啊 打开文件 比如说你要焊其他的产品 打开文件就可以了 我还问一下 这个是从右往左焊吗 对不对 啊 那可以它可以先下焊 然后再这样这样 可以啊可以啊 那是这个怎么设置了 嗯 好这样啊 最后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来 对 这个怎么设置的啊 那我们这个就要重新重新重新复制了 把它删掉 前面只四个点吧 把后面全部选上删掉 清除 别切了你太明显了哥 清除啊 清除 还不是 然后这几个选上嘛是吧 选上有操作 还是这里复制再来一遍 嗯 这里面为什么 你看这里有这个 你看 路径方式这个要盖 啊 还是四 下面还是四 好这个 搞完以后往下走 走到这个间距这里 按移动 按移动 还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它 复制过来 先把它 过来找 早点 确定 然后 找这个点 找这个点 确定 是吧 哎呦我操 我又忘记搞那个路径了 反正你你知道那路径啊 刚刚这个操作 你看 正面复制 再来一遍 就在这个路径这里面选 呃 这个方向 你看 现在我们是从这样走了吗 是吧 这样走了吗 这不是这个吗 这样走了吗 这一直行吗 是吧 你如果说是这样走 那就选这个了 选这个 第二个N型的 对那你往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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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路径方式 这里 然后 你看 按X它就会往这边跳 是吧 这个 这个行为往这边跳 你跳到这按确定 就可以了 啊 这就是选择它的路径 从这往这边走 或者是你 你这个 它还有的方式 那这个编程的话 是直编的 编的一个平台吗 对 现在直编的一个平台 对那那就是到时候 还有这个平台还没讲 对 这个平台我们紧接着最后一点来编 前面有60多个点了 是吧 嗯假设 你看 紧接着这个点来编 好这个点的话 我们是编这边平台 编这边的时候 这里要加一个切换 4切换 4切换是吧 对按4 按4切换然后 是吧 然后就可以开始编这边了 同样的单点 也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一模一样的 对跟那边就一模一样 只是加个切换而已 单点吧是吧 你过来找多掉就行了 那我当时运行的时候 我只是两个都按start 还是按一个就行的 就是你编程编的是两个平台 好这个我得跟你讲 好 还没讲到那里 行 我会在前面 哈哈 这个我们就随便搞一个点 这个这个就不用 因为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左边跟右边是一样的 好 我就生成一个点 你就告诉我怎么 就是编双平台 按切换4就OK了 对对 然后你说的是 关于我们按键的问题 刚刚刚我们试了一下嘛 是吧 按这个这边动 按这个那边动嘛 是吧 那我们有这种方式 滚蛋